人见人爱的50宏观MINI EV2新款了 看看这个颜色 那边那个叫柠檬黄 这个叫牛油果绿 这个叫做白桃粉 加上我今天这件粉蓝色的衣服 我觉得跟它们特别称 其实这个系列叫做马卡姆系列 内在的变化更大 最大变化就是这个车终于有气囊了 驾驶位的气囊 所以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了 还有它的音响比原来的更精致更漂亮 有了蓝牙功能 而且这上面还有中文字 女性车主还有个福音 这里多了一个化妆镜 座椅的颜色也是配着这个车身颜色 是全新的 车身外部除了有这个新的马卡龙颜色 还能看到黑白颜色的套顶 新的轮圈 还有全新的LED的大灯 上面这一系列的改动 其实以一个中期改款车来讲都算是多的 但这部车上市才200天 其他车根本都没有想到改款的时候 它已经做了这么多改动来升级 因为它200天已经卖了20万台 在过去的一月份 它一个月卖了3万6千台 干掉了特斯拉 成为全球单月销量最高的电动车 所以当然要回馈一下用户 当然要推出更好的配置 这样的小车我觉得真棒 真要表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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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